除了篮球和游泳之外 还有别的项目 马拉松 一次机会吧 朋友介绍 就是残疾人可以参加马拉松 然后在17年的3月份 我就报名了 正开国际马拉松 迷你组5公里的比赛 然后第一次报上来之后 就训练了不到20天 然后第一次就参加了马拉松 在那一次马拉松 第一次获得了轮艺组的第一名 你就被占了20天 对 再次展开了 遗些碍 一次肯定炸了 如果运钓的 看的时候 就放下到了 后面变一种 所以呢 就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来来 掌声有请他的妈妈和哥哥 哥哥大多少啊 哥哥比弟弟大一岁 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哥哥照顾你照顾的更多 是的 我哥哥从小学四年级 然后就六级和我一班照顾我 我们上五六年级那时候 他天天就骑自行车 天天带着我放下学 直到初一的时候吧 我父亲有病 家庭支柱没了 然后我哥哥就想着放弃学业了 然后就去打工了 再到后来就 我上完初中 学完中专这个技术疗之后 他又放弃了原来的工作 然后就又陪我一起去学了这门家电这些维修技术 一二年底我们就一块又回到洛阳 我们就打算自己开一家家电维修店铺 自己干 挣更多的钱来维持我们这个家庭 那你们俩分别都干什么呢 我弟弟在店里修的小家电 然后我外出 想空调冰箱洗衣机 这个两个儿子身体状况完全不一样 你会不会特别偏爱他 嗯 偏爱 小的时候 全高我爸妈 我起我哥这样 陪伴着我 记得小时候 我接大一点 然后就经常上下学 下雨的时候就会 背着我 我妈妈 父亲 对我操心特别大 对我感觉到 小时候没有开好我 就出了车祸这样子 亲人出事的时候 所有人都恨自己 当时为什么没有在身边 弟弟非常的辛苦 这几年非常的辛苦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需要买房子 然后弟弟帮我挫钱 起一个首府 把房埋了 然后开始下来 开始结婚 因为我身体这个样子 好多人也不愿意 和我哥在一块 就好不容易遇见一个 就 先买个房子 付个首付这样子 就好多人也不愿意